台湾人最爱去日本的药庄店松本青 进驻台北中校敦化商圈 这个热门的地段 可以说是药庄的一级战区 可以看到走没有几步路 就有另外一家康世美 顺势在走不到一分钟的路程 还有另外一家渠城市 根据商众业者透露 松本青成租的是130平店面 月租金160万 东区空置店面多 似乎都得靠药庄店 摊开地图药庄一条街 就在中校复兴到国府纪念馆间 有两家屈城市三家康世美 再加上最新进驻的松本青外 还有日药本铺跟Thomas各一家 顶多看一些化妆水类的东西 一些日本才会卖的饼干类 然后有一些限量的美妆 也会在这里卖 逛街人潮多 对台湾人来说主要买的是 药品跟异国零食 但观光客可就不是这样买 美童的确便宜很多 因为我在香港那边买的时候 我的一盒美童其实就要一百多了 面膜还有润浮露 这些保湿喷物这些 面膜这边没有看到喜欢的 有一些卸妆水 还有一些发膜 锁定观光客台湾药庄龙头 在一楼专门设立观光客 急救专区 除了全年龄层的防纹液 另外普拿藤 还有龙脚伞 都是旅行用得到 镜头转到二楼 除了面膜卖得特别好 妆前隔离乳 单周能卖出三百瓶 正在一级镇区 TOMATS号称 每周平均上架近百件新品 六成来自日本 其余四成来自不同国家 而松本新一号店 则是主打日本高阶专柜品牌 像资深堂加利宝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生存下来 三里新闻王柴伟 招招学开北报道